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二次开发的一个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继续来讲我们ECshop的基本操作的5.5小节会员管理 那么我们在后台来看 我们的这一个顶部导航栏会有一个会员列表 然后左边也会有一个会员管理的一个组 我们点击会员列表,进来的话这一边就是我们会员的一个列表 然后可以进行一些搜索操作 然后可以在这边查看编辑,还有看他的收货地址 然后查看他的订单,在那就是查看他的账户明细 然后这边有个是否已验证 是否已验证这个东西的话是在我们商店设置基本设置下面会有一个 是否开启会员邮件验证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开启的话,注册的时候会发送邮件确认 这个大家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你去别人家注册,注册完之后他会发一个邮件到你的邮箱 让你去确认,如果说你确认之后的话 这个是否已验证的话,会是打嗝的状态 会是一个打嗝的状态 好 那么 添加会员 好,这边有个添加会员,左边有个添加会员 好,就是在后台注册会员 当然在后台注册会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因为你说一个客户连注册会员都不会的话 他也没必要使用你的网站 然后这边会有几些选项 比如说MSN,办公电话,家庭电话 这些都是已经比较少人会需要这样子的需求 MSN的话是已经,已经上市过时了 已经,就是反正就过时了 那这个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在系统设置这边有个会员注册项 好,我们点击 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把是否显示给关掉 好,家庭电话跟办公电话我们也隐藏掉 然后有个密码找回问题 密码找回问题在我们后台是看不见的 但是在我们的前台是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前台注册的时候 这边有个密码提示问题 就是在前台才能看见 后台是没有的 然后这边有个会员等级 会员等级的话现在是有三个等级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添加一个SVIP 这个我之前添加过了 好,积分下限的话 让它是5万的积分 好,积分上限是10万吧 好,在详情页会显示该等级的一个价格 我们轴刻例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输入8折 8折的话就是输入8值 这个80 特殊会员组这个会员组呢不会随着积分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如果说你打歌的话 我们就没有积分上限跟下限的概念 那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让用户呢要达到我们这一个 这个积分上限这么高啊 那我们这个积分上限也这么高吧 这个积分 然后另外一个积分上限直接5万就好了 那这个积分上限就10万 好,这样子大概我们改一下比较合理一点 好,然后我们找一个会员 我们注册一个会员吧 找前台去注册一个会员 QQ什么东西我就不填了 直接点注册 哎,要填QQ啊 我就填一下吧 好,那么我们已经注册成功过一个哈 好,我们查看一下个人信息 那我们还差1万分是达到VIP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会员管理后台 这边给他增加我们的资金 好,调节会员的一个账户 可用资金等级积分 好,等级积分这边我们刚才是5万以上 那我们就501块 好,那么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在后台的话,您的等级的话 会显示是一个注册用户 会显示是一个注册用户 那么我们积分加了5万1还是这一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等级 会员等级 注册用户积分上限 5万01应该是SVIP才对 应该是SVIP才对 等级积分消费积分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调节的是它的一个消费积分 我乐意我就给它加 因为我是管理员,对吧 好,至少我们再刷新 骑得怪了哈 我们的等级积分没有变过来 那我们继续来调节吧 全部都我的这个钱也这么多 我冻结的也这么多啊 余额那我还是一个等级是注册用户 好,那当然先不管它了啊 这会等级 反正就是积分下限积分上限 这个如果说有bug的话 我们后期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课程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修改 这样子的话 看上去应该是有一个bug的概念 那么加上去之后 我们在商品这边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边会有一个会员价 会员价这边有个SVIP 会员价价格为-10 按照会员折客率来算 这个时候我们到前台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SVIP的会员价是多少 好,我的SVIP是224,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注册用户 这个有点奇怪了 好吧,这个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先讲别的 我们先把别的给讲了 像这种类似小bug的问题 我们后面再说 会员留言的话就是怎么这边我要留言 好,我在这边的话随便留言一个提交一下 那么后台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个留言了 好,这个就是我的留言 那充值还有提现申请 好,充值还有提现申请也是在这边 收获地址 好,在我们的这一个欢迎页有一个余额 点进来我们可以充值可以提现 好,我们可以提现一下 比如提现金额是300多块 好,提现 然后在后台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提现请求 好,一个提现请求 然后我们可以进来的话 就是比如说已经给他打款了 好,跟他说已经打款了 那么用户这边的话就会已经提现一个已完成 好 那资金管理这一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大概 看到一个大概 用户的一些可用资金之类的等等这些信息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还需要